就来看到苗栗大湖草莓季节 碰上了连续三天假期 涌入了大量人潮和车潮 马路上排起长长车楼 而穿梭在草莓园间的游客 更是络绎不绝 让业者忙得不可开交 新的一年盼到了游客回流 也让大家一扫疫情阴霾 一栏栏的草莓又红又大颗 酸甜滋味吸引不少游客 草莓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草莓园里人手一栏 有的拍照 有的精挑细选采草莓 现在正是草莓季碰上三天廉价 大量人潮涌入苗栗大湖 拆很久 拆了大概多久时间 差不多半小时 我这抽点多久 进大湖的草莓就塞了 台三线上一辆又一辆车子 宛如大型停车场 当地民众说 去年整年都等不到游客 不过今年的元旦三天廉价 天天车水马龙一扫疫情 带来的阴霾 加上今年草莓因为气候影响产期延后 正好碰上廉价 对业者来说不无销补 现在是一进三百吧 但是因为草莓是浮动性的价 就是浮动性水果 所以价格会再有变动 经警方初步统计 民众报复性出游 廉价期间每天约上万车次 涌入大湖 而即将到来的农历年假期 辖区远景更是严正一旦 也呼吁民众确实戴好口罩 遵守防疫规定 确保开心出游 平安回家 记得张欣杰苗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